看看新闻吧 毋庸置疑便是来自 岛岛台湾的女神徐若萱 印象当中 她的一举一动 都如同仙女下凡 来到中国梦之声 徐若萱也自信地说 我就是为了你下凡来的 仙女一旦下凡 很多事情就不能够控制了 这个我很厉害 来 我现在摩托车要开了 哇 口水差点喷出来 搞笑算什么 徐仙女最拿手的可是强势 别看个头比韩红要小很多 但是那气势绝对不是盖的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 一个月亮的 没有关系 因为她已经用完了 她的金按钮了 她会偷用你的 当然 徐仙女的心地 依然是很善良的 眼泪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爱女人 我们都爱你 心中的女神 她是 中国的爱豆 我们要找这样子的 我跟你说 我 天哪 能够让女神徐若萱露出百变的模样的 咱们的中国梦之声学员们也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想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吗 赶紧锁定东方卫视9月21号晚开播的《中国梦之声》第二季 新闻的自信上海采访不到